从地盘工友来说 一顶安全帽就更加是 不可或缺的安全装备 这个就是我们中心 其中一个展宝 物联网的安全帽 你看到安全帽里面 有几个不同的传感器 就可以测量工人的心跳 体温 如果看到有不正常的情况 就会立刻透过物联网 将这个讯息传给 可能他们的主管 项目经理 他们立刻可以 看看工人有什么问题 这顶物联网安全帽 装置了感测器 除了可以监测工人的维生指标 当感应器感应到 有工人没有任何动作 或者感应到工人 由高处向下跌的动作 安全帽就会向办公室发出警报 我们叫做三楼器的感测器 如果能够检查到工人好像跌到地上 那信号也会立刻传送在中央系统上 通知工人可能会有危险 就可以即时去抢 是 印入了这顶安全帽之后 拿到他们可以全天后监测着 每个工人的安全情况 其实里面的一些系统性的东西 是可以让用家自己调节的 另外他还有一个GPS追踪功能 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科技 其实我是因为经过了云端 我在背后的办公室 都可以看到实时它的位置在哪里 去确认它的工作 只要工人戴上安全帽 地盘管理人员 就可以在不同的智能装置上 看到它的行蹤 至于网络问题 这顶安全帽内藏SIM卡 接驳不同的电讯箱 解决没有网络的情况 它的网络也很稳定 它亦是运用一个 移动物联网的无线网络 去飞上云端这个系统 所以信息都很稳定 很稳定 而且很清晰